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些年是最闪亮的那一刻 从周深站上好声音的舞台 从他歌唱完欢眼一歌 他在舞台上面慌慌张张 手足无措的样子 也丝毫的不能够影响任何人对他的评价 而且是一致的好评 还记得几年前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周深歌还没有唱结束 就引起了众人的惊叹 有各位导师的 有无数现场观众的 还有电视机前和后来重播的 其情是最先转神的 不仅仅是因为周深选了他姐姐的歌 欢眼写子作品 更多的是周深更加的不一样的演绎 赋予了这首歌更多的内涵 其情并未多言 更多的是仔细的聆听 也许没有人会比他更明白 这首歌的含义更具有发言权 包括场上的其他三位导师 因为这是他姐姐的作品 杨坤和纳英几乎是同时转身的 纳英看到周深的时候 是直接震惊了 脸色都变了几遍 杨坤更是惊呼 是个男孩 居然是个男孩 仿佛下巴都掉到了地上 在周深刚开口的时候 杨坤就说道 这女孩唱的不错 后来齐琴转身 杨坤和纳英犹豫了很久 迫着压力转身了 因为他们觉得周深选了 齐琴的姐姐齐玉的歌 就是一种对于齐琴的倾向 但是犹豫之后也放手了一波 纳英直接说 来我们对吧 你比女孩唱的都要好 我能够将你变成男生榜的齐玉 然后直接开始抢人了 杨坤立马接着说 我觉得他们把你的领域定窄了 你的声音是能够跨越年纪的 是能够跨越超越性别的 你的身上是拥有无限的可能的 齐琴本以为稳坐钓鱼台 对周深说 如果你能来我的队 我可以请我的姐姐出山 与你一起指点 就这样 形成了三位导师 争一位学员的局面 虽然说这在好声音不是独一份的 但是这样的评价 后无来者不好说 前无古人是肯定的 这名的音乐人高晓松也说到 周深的声音是干净的 可以听到仪式的梦想 散落的时光 这也是高晓松会自掏腰包 给周深做做专辑的一个重大原因 后来在我们的歌节目上 任贤奇还对周深说 早些年有小宝张雨生 前些年有吴清风 现在就是他了 就连以毒蛇出名的丁泰生 对周深也是赞不绝口 刘腾说 本来我从来都不看电视 有一天不经意的撇到了周深 那个时候正是周深在参加好声音 演唱欢言的时候 这一次让我决定了 把好声音给追完 周深到底凭什么 能够让这么多人一致好评呢 获得这么多人的青睐呢 又受到这么多广大月媒的喜爱呢 简而言之啊 就是乐团新星周深为什么这么强 首先周深在出道前 就拥有着常年的演唱经验 从三年级开始就被音乐老师注意 开始作为合唱团的领唱 到高中之后 参加校园歌唱比赛获得冠军 又被随长所看中了 要唱歌一首原唱歌曲 之后呢 周深有了唱歌的自信 便更加的热爱唱歌 之后周深更加大胆了 把自己在家中录的歌曲 发到了网络上 并且以卡布勒作为网民 在歪歪的网络台 作网络歌手 考核成为了2080天籁歌手 这些唱歌经历 因为后来的周深的演唱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其次周深拥有到 专业的音乐水平和能力 周深之前全是自学自恋 长时间讹讹相访 翻唱 在去乌克兰留学 最初学的那也只是学一 后来才改变了专业 学习了音乐 也正是因为周深的这个正确的选择 到现在的周深 才拥有了如此出众的专业水平 周深在学校 跟从一个著名的歌唱家 一对一的学习 他在学校学习的是美声 他的教授是一个出名的南高音歌唱家 正是如此 周深才能够接受到 如此正统的古典音乐教学 也才会拥有如此的专业的水准 在此 周深自身拥有极强的天分 周深对音乐有些独特的感知 能力 他的音色 气息 发声 咬字 共鸣等方面极为突然 他拥有极强的高音 又在歌唱家的教导之下 百尺干头更进一步 乐感也极为敏锐 三年级便是被老师发展和唱的时候 从不跑掉就能看出来了 他还擅长多种唱法 包括说美声啊 民族啊 通俗等等 其中美声是他的专业 流行是他现在主要专业的方向 民族呢 是他在一些歌曲当中 也会融入到的一些戏剧元素 最后 周深拥有到更多的加分项 英是会多个国家的语言 汉语大家都会嘛 英语呢 也是每个人都会学习的 我是在乌克兰留学 自然就要去学习乌克兰语了 乌克兰又有许多俄罗斯人 所以呢 也会学习一些俄语 我学的是美声 就一定要去学意大利语 然后呢 意大利语和波兰语又有一点像 所以也会波兰语 周深曾经这样回应记者 可是我们发现 除了上诉的语言之外呢 周深在唱歌的时候 还会用日语 西班牙语等等 当然啦 粤语 闽南语自然不会少 当然 并不是说这些语言他都会 但是比好多的标榜 自己精通六个语言的人呢 不知道会强上多少呢 二是周深谦虚 谨慎 对于前辈充满着敬畏和尊重 而且呢 总是把欢乐带给别人 周深成为了很多人的 一个典型的爱笑话 多耿多的快乐源泉 总之 你很难看到周深的身上的极限 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下一次表演 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你永远不知道 他这个小小的身躯当中 会隐藏的多么强大的能量 在每一次 你以为他到达极限的时候 他总能够给你带来无限的惊喜 然后让你惊讶 周深到底还像人们 隐藏了多少他的秘密 真的如同他的名字一样 深深深不可测 他的真诚 他的才华 他的干净 是其他人永远无法替代的 他没有人设 他是唯一的一个舞台上 和生活当中完全一样的人 他可以在无视的时候 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唱歌 不急不徐 徐雷这样说 周深不需要人设 不需要包袱 他只要一心一意地唱歌 一点一滴地唱歌 吃瓜不宁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你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